《购置房子》 看楼的时间最好显在阳光普照又微微清风的晴朗天气下 这样可以清楚地感受周围的环境 感觉风的流动情况 更加清晰地观察住宅的细微之处 看住宅时除了仔细观察之外 还要注重个人的感觉 人的感觉是很灵敏的 有些东西的好坏并不能说出个所以然 但是人却能感觉得到 尤其是小孩子通常会比成年人更敏感 在看房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这种感觉功能 当然现在购买房子大多是七房 只能看到图纸不能看到食物 挑选受到了阻碍 不过楼盘的具体位置是确定的 所以地段和周围环境还是能够被确定下来 可以作为选择楼盘的重要依据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 使得人们对于住家的地段 看得越来越重要 不但要靠近闹市区交通方便 还希望周围城市设施完备充实等等 第一段的选择应该按照每个人的需求 和经济实力来决定 不过风水学提醒我们 住宅不要选择在庙宇、墓地、铁路、车站等设施附近 这会给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宅外的环境对于住宅来说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对于小区住宅来说 整个楼盘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元素来考虑 总的来说 住宅要选择在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 最好的楼盘 当然是西北有山脉作为依靠 前面有河流环绕 不仅风景秀丽 从风水上说 更是不可多得的宝地 这样的楼盘 也往往会卖上更高的价格 选择楼盘之前 可以先到该地去看一下真实的景致 空气流通不够 也不是居住的好地方 除了地段和环境之外 在看楼盘时 还需要注意的是楼盘的地基 好的地基土制以沙土为主 因为沙土紧密坚固 比较干燥 渗水性能比较好 有利于有氧细菌生长繁殖 从而保证土壤自我进化 地下水位至少应该低于宅基0.5米 地下不能有污水 否则不但是住宅湿气过重 而且污染空气 土有土气 它携带着土中所含有的各种元素和营养物质 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影响 那些有火灾发生过的地方 土气消失 这种作用就会打上折扣 所以有火灾发生过的地方 不宜作为地基使用 在传统风水中 镜子具有反射器的作用 现代楼房的很多建筑材料 所用的玻璃其实和镜子有着相同的功能 在选择楼房的时候 也要注意周围是不是有很多带玻璃的建筑 是不是容易把光反射到家中 现代建筑和古代建筑有了很大的区别 居住的环境和古代也大相径庭了 现代建筑的一些风水技艺 常常难以在传统风水学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但这并不表明它和传统风水就相隔离了 事实上它得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现在在城市里面 到处都是高楼和繁忙的道路 真正有山有水的地方是不多的 在楼盘旁边具备山水的就更加珍贵了 现代风水将道路看作是水 将高楼看作是山 高高的楼房像是一座山 成为你的依靠 车水马龙的道路使气得以流通 它们的作用是相同的 道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对风水好坏所起到的作用 也是不可忽视的 居室和道路所形成的关系有许多种 如果道路直冲房屋而来 形成了一种动荡紧张的相冲格局 视为不及 路承载着人流和车流 是动的形态 家是用来住的 是静的形态 两者不能相对相冲 如果住宅处在Y字形分叉路口 或者T字形道路交汇点 也是不好的 住宅两边车流繁忙 动乱烦躁 不符合住宅要求四平八稳的原则 如果房子四面全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就等于四面全是水 不但不稳固 而且噪声很大 不适宜居住 如果住宅前面的道路恰逢油字形转弯处 住宅被道路环绕 可比作玉带环腰 能够锁住好的东西 对于住宅来说 是非常好的选择 明镜需要您身边的支持!!!